你听过太监真实的说话声吗 这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84年 记录了中国最后一位太监讲述进攻历程 如果你听得仔细会发现 孙耀廷的声音细腻尖锐 与普通男人有着极大差距 难道古代太监声音全是娘娘腔吗 其实不然 根据资料显示 太监声音是否尖锐 其实与阉割时间有关 如果太监在青春期发育之前被阉割 那么他的声音多半会在孩童时期 成年后声音多半为娘娘腔 但是如果太监阉割时间是在成年后 那么他的声音便会与正常男子一样 而镜头中孙耀廷阉割时间为1910年 彼时的他才8岁 故声音较为尖锐也算正常 在被问到进攻原因后 孙耀廷当即回答道 家里头实在是上了别去了 我一看了我们周围的邻村里头 本以为进攻后必然辉煌腾打 可让孙耀廷没想到的是 宫廷生活并不轻松 纵观孙耀廷一生让人唏嘘 年少时阉割入宫 两年后清朝灭亡 带着残缺的身体颠簸流离 新中国成年后 孙耀廷的生活才算进入正轨 政府安排其住进了广化寺 一直到1996年逝世 享年94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